哈喽 新微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云熙 觉得最大的还是 对于困难的解决能力吧 抗挫折的能力 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学习舞蹈的同学 我觉得都有一个非常噩梦般的回忆 就是压软度 软开度 那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记得我们有 黑色星期四的这个一个说法 就是每周四 都是重点压软度的课 星期三晚上就开始睡不着 星期四一到 然后就开始整个人就崩溃了 特别特别的痛苦 首先就看自己喜不喜欢吧 第二适不适合 其实就这两点就差不多 这个随缘吧 就是自己能看到就看到 我会去看我自己表演的戏 最后播出来的样子 我自己会去追剧 第一是看我在表演当中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然后争取下一次再把它弥补回来 第二的话就是纯粹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去欣赏一部作品 就这样子是对自己有提高的一种方式 上官透 盘子现在算是会玩一些了 上官透就是让我尝试了一段非常甜蜜的爱情 在其他角色上面感情谈的都比较有挫折 但是上官透的话就算是还蛮甜蜜的 我觉得这个都有关系吧 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个喜欢去尝试新鲜事物的一个人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都想去尝试一下 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做演员的肯定是你拍的东西越多 越丰富对你自己的提升是越高的 这个也是迫使你要去尝试新的东西的一个原因 其次的话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缘分在里面 可能缘分到了一想尝试的东西自然就到你身上来 不能算是压力吧 我的理解这应该算是一种动力 我觉得这是让我自己去把我需要做的东西 做的事情做的更好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对我的期待 其实是会让我自己更重视这件事情 然后更有力量去相信自己能把它做好 最了解我的人应该是我的家人 特别是我妈 其他人的话我不会刻意地去在乎别人 对我到底有多少的了解 我就觉得随性就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经历吧 如果我没有将演员作为自己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我的经历可能是一个比较单一 或者说就是不会那么的丰富 做了演员之后 他让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 他让我尝试了更多可能性 我觉得第一句歌词就特别的打动我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因为我觉得我做事情的态度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我希望脚踏实地地把自己的路走实了 而且逆流而上这首歌的话 能给自己在低谷的时期 为自己打气的一种感觉 挑战困难 战胜困难 是会比你一帆风顺来得更开心更幸福的 这就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给大家的 养生 早睡早起身体 多吃水果吧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精力汤 精力汤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 各种水果 然后各种蔬菜 然后通过搅拌机搅拌起来的一种精力汤 这个东西会让你神清气爽精神倍加 嗯 嗯